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 你来了 好 辛苦了 谢谢 再见 再见 你是警察吗 这就是你要讲述的故事 不是故事 我告诉你的 全部都是真的 可是 没有人相信我 他每个星期四的半夜 都会点炸机 来单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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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客人可真有意思 有的时候 他会在外卖单上 留下一些稀奇古怪的留言 有的时候 他会让我在餐巾纸上 给他画点什么 你拿餐 他会附着卡通面膜接餐 他不说话 但是我知道他在笑 这就像我们两个人的游戏 属于我们两个 特别好玩的游戏 可是 这个游戏 在这个礼拜四 就突然停止了 他提前点了餐 没有留任何一句留言 没有留任何一句留言 我听见你在里面了 我听见你在里面了 你开门 我就知道你在里面 你开门 干嘛呢大半夜呢 他 送餐的 送餐的 我送进去了 送进去了 你蒙谁呢 这压根没认住 我 我真送进去了 我都送了好几个月了 送给谁了 他 他刚才还在这呢 你再给我扯 你信不信我报警 报警 对 报警 喂 你好 110吗 她就这样消失了 这女孩差不多半年前就死了 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 叫陈希 是业主 怎么死的 听说是车祸 没错 查过了 陈希二十三岁 车祸 今年五月的事 这不可能 确定了情况在报案 地址对嘛 你说那个女孩在哪儿 你们认识吗 我 我认识 这儿 外面单上有 陈小姐 我每个周四给她送餐 差不多送了几个月了 哦 她刚才也瞧我手了 你看这儿 没了